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个蒜蓉虾的正确做法 咱们这个是把虾腿和虾须都去掉了 咱们再开开背 把这个背开开 来点胡椒粉去腥 少许料酒 料酒也是去腥的 抓匀 抓匀后腌制10分钟 撒拉油 油温不要太高 下入大虾 给它翻一个个 金黄色炸的是正好的 正好的骨头 两面金黄咱们就取出备用 用炸虾的底油 咱们放上蒜沫 蒜炒出香味了 倒入大虾 现在开始 揉味儿 盐 鸡粉 蚝油 倒入清水 煮入味儿 虾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勾芡 勾芡出锅 打入葱花出锅 美味的蒜蓉大虾做好了 味道鲜美 蒜香浓郁 真的朋友 快点来试试吧